好久没和您见了 您最近过得好吗 挺好的 我说说 你先待会儿 我过去一趟 走 小苏 你看阿姨最近忙的 都忘了问您的近况了啊 没事 您忙您的 就不用管我了 阿姨都忙完了 你一个人坐这儿也无聊吧 我们都那么长时间没见了 哪不得好好聊聊 这儿 这个小苏最近有对象吗 带来给阿姨看看 你们 你真的很想知道吗 桑老师 还是把你估计 disclose 你如果没有 我现在就想知道 和你们做什么 因为我说 你愿意就 correct 把你而处理 把你运用 然后我洗 我洗 我洗 你洗 你洗 没事 没事 对 这边的孩子 是一直都住在这里的吗 也不是 有的是走失了 警察一时找不着父母 就先送过来照顾 也有的是被父母遗弃的 从几岁送过来的都有 有的一出生就送来了 那是因为生病吗 一般是天生缺陷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 其实也有父母 生下了有缺陷的孩子 但养了一辈子的 苏老师 没想到 你还特地来看小薇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她 你要去哪儿 要不我送你 我必了 结束了吗 嗯 我在福利院外 好 杜老师 来 有一件事 我其实一直想问你来的 请问 你十一劲吗 我 放下 你好歹回个话吧你 就算不想承认你伪装一下也行 何必这样呢 难道跟我多说一句话 就会得瘟疫啊 你走你的路 我坐在这里又没妨碍你 但是请你不要一直站在我跟前 也不要一直防我 好吗 哎呀妈呀 苏老师你说你这说的都是哪跟哪啊 刚刚是你走在我前面我在后面 现在是你坐着我在这儿站着 坐完这只椅子是你先站着的 那这路总不是你修的吧 我爱站在哪儿站在哪儿 你 你我乐意就行 你看啊 一金呢去节目访谈的那一天 我在电梯里面遇到了你 一金的新歌用的是网限制的电骨 而我跟你刚好探讨过这些 这肯定都不是骄傲 毕竟是谁啊 行了 没事儿